近期热播的韩剧《绅士与小姐》 由志炫玉和李世希主演 今日播出的剧情中两人开始交往 由于志炫玉比女方大14岁 又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诞生父亲 因此李世希的父亲普秀哲反对两人的关系 只见普秀哲抓住女儿把她扔到房间里 甚至把门锁上了 其中李世希的母亲抗议说 这是朝鲜时代吗 把她关到房间里能解决什么问题 尽管家人抗议 但禁闭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普秀哲解释说 如果我只是口头上说的话 她不会听的 吃早饭的时候普秀哲还喊到 连饭都不给她吃 她饿了就会跟她分手 没想到这一幕引起不少观众反弹批评 该场景让人不适 并指出了家庭暴力的古板写照 掀起一阵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